田野间爆出一个又一个火球 越爆越多 最后整排树林都在燃烧 这些都是俄军部署在乌南重要都市 托克马克南方的军备 在乌军炮火轰炸下 全都化为乌有 不过对乌克兰来说 重中之重还是排除俄军部下的地雷 协助乌军反攻之余 也确保民众生命安全 大型农业用无人机挂上金属探测器 在田野上空绕一圈 任何含铁的东西都逃不过它的法眼 地雷当然也不例外 一发现地雷 全副武装的志工立刻展开行动 将它拆除或引爆 这支扫雷志工团透过无人机与专业人员配合 排除藏在田野中的地雷 除了土地上的祸患 乌克兰仍要面对三不五时落下的俄军炮火 乌克兰当局三后指出赫尔松近郊一座小镇遭空袭 有七栋房子被炸毁一人不幸罹难 乌克兰仍在抗恶的漫漫长路上 如今来自美国的军援也可能出现变数 美国智库CSIS有学者分析若美国援助卡关 乌军可能11月底前就会有感 就怕乌军因为武器弹药不足 进而权限崩溃 华视新闻陈刚编 哈喽我是雷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